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硝烟 硝烟 你总算是来了 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 目的不就是逼我先身吗 倒是有几分苟气 可惜你今日 必葬身于此 动手 小妍 你想怎么样 痛快点 直接杀了我吧 告诉我 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 小旧的老家伙 你还真以为魂殿是谁都能进去的吗 我说 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计划 我的耐心可不多了 我告诉你耀臣的关押地点 你便放我离开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爹爹 爹 爹 我说 中州西域的名城 文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 药臣就被关押在那里 不过 那座分殿有一位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 还有几名护法 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那处大殿 就是明城 说是如此 小离道人那道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 便属于那位尊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求你放过我 丹会后若能收复三千燕营火 便是多了份救出老师的底气 不过眼相 还是尽快恢复伤势 帮助寒家赢得比试 是 姐姐 雪儿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没出来 她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姐 你说萧原不会出事吧 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 雪儿 你莫不是 喜欢上萧嫣了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跟她认识多久 姐姐只是想提醒你 萧嫣的确很出色 但这样的男人 很难为谁停留 而且 她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好 那个女孩 也和她一样优秀吗 何止优秀 就连迦南寻觅的强绑前三 在她手中也撑不到十回合 她的年纪比萧嫣还小 那样的修炼天赋 好 岂无其妖啊 萧嫣 你康复了 时间到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差不多全好了 走吧 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 韩伯父 您伤势 你可算来了 你可算来了 我以为你今日准备霸占呢 空家主想多了 既然空家想过韩伯父保持十年的和平期 我自然是要来的 不然 倒是服了弘家的好意 那是弘家的家主 弘历 就怕好意没收到 反而将女儿赔进来 不过不用担心 我弘家对媳妇 还是很宽容的 爹 就不要白费口舌了 我时间不多 速战速决吧 你们 让谁出场 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他 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 别长得像样的吧 这人难道是韩家从外面起来的 韩家呀 肯定是无人可用了 但韩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秘乌中 随便找一个铁死鬼 难道韩家以为这年轻人能与承儿相抗不成 云长老 你会担心 承儿能胜过他吗 哼 以我风雷阁的斗纪功法 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 在中州或许有 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 既然云章老都如此说了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 寒痴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 小子 报上名了 无名小辈 萧炎 比不得红尘少爷的大名鼎鼎 寒家竟然派个无名之辈来跟我比试 小子 给你实习时间考虑 是你自己滚 还是被我废了扔出去 不用实习了 还是直接动手吧 既然你自己找死了 那可就别怪我了 雷鼠型斗气吗 小子 能败在我手上 也算是你的荣耀 红尘少爷们 这种小把戏 就不要拿出来 小子 能败在你眼前 能败在你眼前 转得并不得重 大王兽勒长 抗蕭在你眼前 忽雷爪 哼 哼 不过ann子 把西风 这点雷丁暗尽 也想伤我 你竟然也是七亲豆黄 竟然是豆黄 怪不得韩家要派他上场 这党实力怕是比韩怨还强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这实力不像是无名之辈 可为何从未在中州大陆上 听过硝烟这个名字 中州大陆辽阔无比 卧虎藏龙之辈不知几何 不知道也属正常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何不放弃痴心妄想 小子 这不是你自长的 今日便让你瞧瞧风铃鸽的秘法 雷神降临 神力暴涨了 这气势远超七星豆黄 他现在的实力几乎打赌了九星豆黄 这红尘不管是功法斗技还是武器 实在是太强了 是啊 难怪他敢这般狂亡 能逼得尘儿施展秘法 那小子的确了不起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小子 正大念瞧好了 三千零洞 来得正好 他怎么跟得上三千雷洞的速度 秘法时间有限 秘法时间有限 你主战 来 千雷雷锤 心一下 有限 进场 天碎雷锤 看你怎么挡 曲是东磊之力 有何效能几处 是浪尘 这便是你的手段 倒还真是高看了 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 天火三悬变 狐狸变 这是 一火 这小子究竟是何来的 谁能藏如此之深 这就是窦湖巅峰之上的那层账笔吗 说是我修炼的天火三悬变的最后两边 并一火相配 也许 将来突破这层账笔 这次 尘儿怕是不妙了 这混蛋 雪儿还隐藏实力 好强的密法 雪儿还真是为我韩家 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 在学院时 她就以斗灵之力迎战斗皇 如今几年过去 成就自然更加恐怖 那红尘在萧炎面前 也只能认输 不过现在先要解决你 我不信 除了怪物凤青儿 我会输给任何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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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这一招还要不了你的命 能将我逼到如此警惕 小妍 你是第一个 此等旗帜大辱 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 让你付出代价 灭雷锤 我们要赔上 灭雷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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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 那就接我们最后一招 六合犹神池 灭雷锤 走 不认识 王龙 可真的赢了 这人情人 真是了不得 神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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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 去死吧 不认识 三千雷洞 住手 情埋极端 已然是个废人了 什么 你见我二人 儿子达成废人 我要你拿命来抵他 我又有话要问他 小子 你的三千雷洞是如何休息来的 风雷阁中 绝没有你这么一位弟子 果然被认出来 不过 那又如何 至于红尘嘛 他刚刚暗中偷袭于我 我出手反抗 倒是我的不对了 是 怎么 你们红家说不起吗 是 偷袭太假作了 可真是让人笑话 是 好 好 小子 今日你是走不掉了 吃好他 是 是 住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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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历 天时台比试生死各安天命 你弘家不会是要坏规矩吧 老子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安迟 要为了这小子跟我弘家开战不成 规矩就是规矩 容不得你弘家破坏 这萧颜小友 我韩家还就护定了 你 爬上弘臣之事 可以暂放 但他的三千雷洞从何处而来 今日则必须交代清楚 我封雷北阁 曾被外人偷取了不少功法与斗技 其中便有三千雷洞 你不会与那盗取之人有什么关系吧 这三千雷洞 只是在下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小子 老夫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我回封雷北阁查清始末 二 老夫将你就地格杀 无论如何 三千雷洞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父亲 沈老 此事怕是有所误会 韩迟 此事不是你韩家可以插手的 若因此引来我封雷阁的怒火 你韩家大是承受不起 韩伯父 此事确实与你们无关 便不要再插手了 你小子倒是挺讲义气 那你是跟我回封雷北阁还是用老夫动手废来弄 封雷阁我没兴趣 所以不去 至于废了我 凭你恐怕还不够资格 放肆 区区一个窦皇 在沈长老面前也敢大放厥死 透支死活 竟敢挑衅风雷阁卷位 哼 小地方的人 都这么不识天高地厚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狂 今日便让老夫亲眼看看 你老夫四星斗宗的实力 究竟哪里不够资格 好 太客人了 竟然太一轻人了 废要不得抗